5号台风杜苏瑞 17级的台风眼又大又圆 昨晚经过巴士海峡 最新路线暴风圈扫过台湾南部 气象局对高雄 屏东台东线 发出路上台风警报 全台22线市没有台风架 阴风力飙上16级 风速220公里冲过巴士海峡 台湾东半部及南部有豪大雨 必须加强防范措施 2023年7月26日上午4点 最新中心位置在东京121度 北纬19度 菲律宾北方海域100公里 俄罗安比270公里 等级强烈台风16级 中心气压930百帕 中心时速215公里 每秒58公尺 最大顺风每秒62公尺 风力17级 以时速15公里向西北溪移动 朝向中国福建 未来趋势 杜素瑞台风受太平洋高压挤压级 宇宋岛北端和台湾陆地摩擦 而风力下降到16级 继续沿着高压边缘 以时速14公里持续向西北方 进入台湾海峡 再朝向中国厦门登陆 香港也将受其影响 而强风大雨 91W紧随在后 也逐渐发展出台风的趋势 预测会生成6号台风卡努 形成双台 共舞的器官 欢迎点赞评论关注台湾竹千辛